你没看错 这绝对是专为打工人而生的帝王龟 刚从养殖网香抓回来的帝王龟 有经验的刀工师傅 会立马将鱼肚划开 如红宝石般的鱼子填满鱼肚 由于独特的养殖环境 鲑鱼肉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鲜甜 往往一条养殖帝王龟只能取用鱼子进行制作 相比于纯野生帝王龟鱼子 吃一口一天白干的高昂价格 这种人工养殖的帝王龟虽然海味流失 但靠着低廉的价格成为了打工人饱腹的平屉 将取下的鱼子放入开水烫晕 耐心把包裹的胎膜剔除 从小吃着极致鲜甜鱼子长大的老板 对鱼子有着极高的理解 在老板眼中 鱼子只有黑色跟橙色鱼子之分 剩下的都是奶茶点珍珠 往处理好的鱼子中倒入酱油 酱油的鲜咸能充分唤醒养殖鱼子本身鲜甜的同时 还能赋予唇叶生鱼子的滋味跟口感 将鱼子平铺在米饭表面 点缀上翠绿多汁的嫩叶 在绿叶的凸显下 剔透晶莹的鱼子如黑马脑般璀璨夺目 这早已不再是普通的鱼子 吃上一碗 一天相当于白干了